PQiAirCam 操作說明 我們現在介紹PQiAirCam 操作說明 還有各項功能介紹 這個鈕長按3秒 按住3秒之後它就會開機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小圖示 是一個小型攝影機的圖示 表示現在的模式是在拍攝影片的模式 006表示現在裡面的檔案 圖片加影片加起來總共有6個 1表示你的解析度現在是在1 1的意思就是1080P 我們總共影片的模式有5種 等一下會來介紹 按一下就可以看到 現在圖示表示拍照 拍照片的模式 按上面的鈕 按一下 它就會拍一張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變成007 下一個模式是間接拍攝 所謂間接拍攝就是你可以設定 AirCam每3秒或每10秒或每30 每60秒各拍一張 這個圖示表示就是連拍 按下去之後它會連續拍三張 在這個模式就是延遲拍攝 所謂延遲拍攝就是你按拍攝鈕之後 10秒後它就會嗶嗶嗶 就是會拍照 這個比較適合就是拍全家福 在下一個選項就是設定 設定點進去呢 第一個選項就是設定來這個影片的解析度 1我剛剛有講過是1080P 解析度是1920x1080 那2呢是720P的60個frame 那3呢就是720P的30個frame 那4呢就是480P 那5呢就是720P的4比3 30個frame 所以4比3的意思就是你的影片拍起來呢 是4比3的模式 那如果其他的像123拍起來都是16比9 好下一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P3就是 剛剛我有提到這個間接拍攝 就是每3秒拍一張或是每5秒 每10秒 每30秒或每60秒各拍一張照片 好那下一個就是這個就是BB聲 看你是不是要B 好這個就可以 這個是表示要B 這個就你在按任何選項的時候呢 都沒有BB聲 好這個是設定你的時間 就是年月日 好這個呢表示是待機的時間有多久 好比如說你待機180秒 180秒就是3分鐘 3分鐘後如果沒有任何動作呢 AirCam就會自動關機 好這是省電模式 那如果說你要長一點就可以選擇600秒 那如果不要自動關機的話呢 就把它選擇到OFF 它就不會自動關機 好這個UF-1呢 就是當我們使用這個AirCar的時候 好我讓各位看一下 好如果你的AirCam裡面是使用這個AirCar的時候呢 好我們把AirCar插進去 好我們把AirCar插進去 那如果你的AirCar是選擇這個手動開啟Wi-Fi的模式的話呢 我們就要在剛剛那個選項 我再把它調進去 好我們到這個UF-1呢 這個是設定AirCar的功能 好那我按上面的鈕 按進去你會看到出現一個1 1表示是開啟Wi-Fi 2表示是連回你手機的HotSpot的熱點的功能 3呢是整個Reset 好所以如果說你現在是要手動開啟Wi-Fi AirCar的Wi-Fi功能的話呢 我們把它選到1 那1之後呢我們把它離開 按這個鈕 這個鈕按下去之後離開 離開之後呢 這個AirCar的Wi-Fi功能就會開啟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是Delete Delete就是把這張記憶卡裡面的所有資料全部Delete掉 好 127就是離開的意思 好我們現在離開 那就會回到我們這個錄影的模式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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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